騎著機車 是個電鷹三太子 沒錯 這是高雄哪吒會館的電鷹太子團 32個人騎著摩托車 可以看到他們的服飾裝扮的頭盔 電鷹打扮 非常具有台灣的響徒 現代人物的特色 從剛剛的原住民到現在這個電鷹三太子 城市已經興起了 大家都在為祈禱的方式 為這個詩音樂來祈禱 他們相當特殊的舞步 對 非常有親切感 現場也想起了很多觀眾的鼓喊跟掌聲 還有掛掛鼓喵 看到很多的民生廟會裡面出現的滑蓋 還有很多的標示 我紛紛進到現場裡面來 是 外國朋友看到這些一定覺得非常的新奇特殊 看到台灣對文化當中的民生賽會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眾神也聚到高雄市運的品廠館裡面來了 這個眾神是用一個非常活潑的方式來入場 展現了跟平常不太一樣的一個風貌 好 現在這個眾神將還有這個滑蓋 可以說是為這個比賽開了一條道路 開錄了以後 神將 神兵開錄以後 接下來要進場的就是武教 還有十二禁士還有七拍手 當然我們在台灣很多的民俗 因為今天在各地看到這些民生廟會當中 天兵天將眾神開錄以後 神教就要進場 那當然怎麼樣用不同的方式展現在今天節目當中 大家來視頻一待 這段的表演呢 包括了台灣玉劇團 高雄市立姐儀高中 高雄市的中華藝術學校 還有剛才提過的高雄人家會館電影太子團 另外呢也包括了原地廟 春花廟等等團體 加入了這場主秀當中的表演 他的主題是主題 他軍事都有中華藝術學校 他軍事都在一個小小公司 他軍事都學到大陸 他的武力是非常迫的 空間來竟洞 他軍事都在玩 搬起自我 而言,他自己 Gotta consoles 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投影 也是相当的有特色 它是台湾的画家洪通 它有充满民族色彩的一个大型投影 那是资本人鑾 鸟池